田復甄高雄演唱会真的是一波三则 先是因为疫情延期到9月 开场前一天又因为感冒失声延后一周 16日终于顺利开场 他90度鞠躬跟歌迷道歉 并确实大家还在 不过17日却遇上大地震 让演唱会突然中断 结束后余震不断 也传出演唱会设备受损等消息 让他紧急取消后面两场演出 歌迷们虽然觉得非常可惜 但也支持復甄的决定 认为一切以安全为重来日方长 高早主办单位公告 除了前了退款外 完成退票手续后会补送大家音光棒 一张票可以兑换一支 这个贴心举动也小小安抚到歌迷 大家永路刷一拍辛苦了 还约定之后再见 而田復甄距离开唱4小时 千横下新宣告取消演唱会 是考虑到安全问题 据了解他在18日彩排时 还哽咽地跟工作人员道歉 可以看得出来他真的非常内疚 新宿若不说出海 有啥人会知道 有时尊想被疏出 我怕会比较 我怕会比较